所以你看 别说你瘦 别说你胖 别说你年纪大 到底这个肌肉流失的怎么样 数据来说话 来 我们上测试仪器 别看这个仪器小啊 这个作用可很大 您到自由市场买了鱼 买了菜 到底斤两够不够 公平圣上见 那一人发我们一个一会儿 这不是弹簧秤 好 这个您跟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是一个握力剂 那么它是可以检测我们的上肢的肌肉力量 但是它同时也可以反映我们全身的肌肉力量 因为它这是一个最简洁 方便的一个检测仪器 而且它的结果是最直观的 好 谁愿意第一个 我 好 来 少叔 我在中间 好 哪个手啊 鉴于公平起见 我们大家都用你的优势手 就是你用哪个手写字 你常用哪个手 我们就用哪个手 自然下垂 然后缓慢地用力用到你最大的那个劲儿 要慢慢地 不能一下爆发力 还不行 没输了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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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还行吗 不行了 来 给我们看 在这儿 26.6 26.6 26.6 好 来 下一位 好 来 随便是 我 我要给它拉崩了 用不着用最大劲儿 用最大劲儿 用最大劲儿 就用最大劲儿 用最大劲儿 最大劲儿 还可以用吗 可以 可以 我就用一半算了 别别别 再用劲儿 您起码得比连续高 39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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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使用和它的是差三分 来 谢谢您 老刀易壮 来试试 可以 可以 行 你把身上的劲儿都使上了 46.3 好 这是我的数值 我们的四位嘉宾也都分别做了握力的测试 那么 到底它们的数值如何 到底它们谁流失的更严重 来 咱们请看大屏幕 好紧张 很有一种沉汗的感觉 39 啥意思 是我 你看它那个杠杠 我则是在红色的地方 杠阿姨就在黄色 偏绿色 你看 人家连续人家是49.3 在绿色区域 杠叔叔 你这个怎么绿色区域那么长 是啊 杠阿姨那绿色区域更长了 这怎么回事 看不懂吧 看不懂就对了 来 请严教授给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每个人都有红 黄 绿 三个颜色段 那么实际上我们是根据大家的 这个性别和年龄 我们是有一个评分标准的 那么红色的这个上线呢 就临近黄色的这个是在极格线 那么当然越靠近绿色 那么也就是说你的这个成绩会越好 也就是握力的这个握力测试结果越好 那么可以看到 唐叔叔呢他基本上处于这个进入绿色区域了 那么相对来说那个曹阿姨呢 他的最下线及格线是20.4公斤 那么他现在已经超过及格线了 但是还没有进入我们的这个优秀状态 那么孝叔呢 按照你的这个年龄和性别 你的及格线呢应该是27公斤 但是你现在基本上还临近及格线 不及格 不及格 那么连续呢 他的及格线呢 他的年龄和性别 他的及格线应该是40.5公斤 那么现在呢是属于比较优秀的状态 很优秀 优秀 不错呀 年轻人要多锻炼 这个但是我跟你讲啊 孝叔你们家孩子几岁了 我们家孩子两岁 有多重现在 三十斤 三十斤 我成年报呢 当妈的就有这点厉害的 你别看连续说现在肌肉比他强 三十斤还让他抱超不过15分钟 他抱不住 对 但是人家这当妈的一抱40分钟 说这孩子要睡觉一哄两钟头 当妈的都不觉得累 对 所以说当妈多了不起 这就是妈妈多太好 妈妈太伟大了 太了不起了 你让你肌肉再流失 你要注意了 对 我看明白了 就是有人不服 对 那这样 这个就是上肢嘛 咱们再来一个能更准确地说明 全身情况的测试 给你们再来一次机会 对 再来一次 我们看看 可以吗 可以可以 下边这个测试更简单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在家里边 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之下 叔叔阿姨 您也可以在家里坐 现场的各位大姐 也可以跟着坐 先上道具 这个怎么做呢 你先给我们做一个 我们看看 没问题 来我们先请严教授 告诉我们测试的方法是什么 首先 上身正直 坐在这个椅子上 那么做完之后呢 我们用双手搭在这个肩膀上 右腿伸直 然后呢 站起来 凭借 对 凭借这条单腿的力量 向你给我起 站起来 我坐得太深了 然后保持平衡 向你给我起 我是不是坐太深了 没关系 那你就坐前一面 我往前一点 一般是我们保证90度 只要保证这个膝盖 是90度就可以了 我负责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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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起身那一颗 那个直的那个腿 你别管我 你待会也可以 你试试 那好 咱们来猜一下 在四位当中 站不起来的是谁 连续 咱们还按照刚才的顺序来 好不好 对 按照肌肉 来 小叔 第一位 我先看会儿 一个 膝盖保持90度 90度 对 脚尖绷直 好 这样 90度 3 2 1 可以 不错 可以 不错 不错 不错吧 3 2 1 起 加油 每个咱这样 但是我屁股稍微一离瞪 你把瞪子撤了 我把腿垫在下面 最起码 几亿观众看着我 我就要不起了 我算折面了 腿伸直 3 2 3 1 来 请 请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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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夸我 可以 不错 加油 高一点还行一点 换个腿就可以了 你换腰散了点 这个腿椅子稍微高一点还行 试试 好了 那接下来各位的结果 我们已经做过科学的测算了 刚才不是不服吗 流失是吧 对 来 咱们这次来看一看 结果到底如何 请看 大屏幕 我们请严教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判断 那我们判断这个腿部肌肉链的检测结果 首先是看大家有没有从这个椅子上 单腿把它站起来 那么两位男士不合格 就是因为我们刚才也都看到了 她们没有直接从椅子上站起来 那么两位女士呢 我们看到都站起来了 而且相对来说 孝叔要比阿姨站起来要更轻松一些 所以虽然两位女士都合格了 但孝叔的这个状态 腿部的这个肌肉力量状态 要比阿姨要好一些 但是并不代表你的优势 因为你比她年轻 对 所以刨掉年龄的话可能差不多 差不多 也就是说您现在这才刚二十岁的人 等你再过到阿姨那年纪 可能还真不一定有阿姨的胜利奖 而且你别忘了 你那个上肢力量非常不合格 对吧 你记着点 你问那我们年轻人老是苦的 但是现在我发现有问题了 上一组测试是两位女士不服气 对 这组测试是两位男士不服气 对 我们能够得到的一个结论 就是今天请来的四位都流失 都不合格 都不流失 对呀 互补了 这样 我们互补了 这个刚才呢 我们只是简单的一个测试 如果想得到真正的结果 我们就真的做一次科学的测试 到底做的是什么检测 数值怎么样 四位凝重的表情 看得出来很紧张 严教授先来告诉我们 这个检测叫什么 是一个双能X射线的检测 那么通过这个仪器的扫描呢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我们身体里面的骨骼的含量 肌肉的含量 包括脂肪的含量 所以呢 我们刚才做的那两个测试 是评价四位的这个肌肉力量的多少 而我们做的这个双能X射线测试呢 是看它的肌肉含量的多少 这个可怕了 这就一下看到本质了 到底肌肉量有多少 科学的检测结果 到底是什么样的 来 各位 准备好 请看检测结果 为什么不出来 偏少 少 偏少 偏少 偏瘦我能看出来 偏少 检测的报告 现在就在严教授手里 先来听一听 校书的检测报告的分析 那么我们这个总体肌肉含量 校书是65.4 我们是根据你的这个 整体的肌肉量和我们的体重 做了一个比值算出来的 那么根据这个数值呢 实际上你的这个量呢 并不是特别的少 但是呢 我们来评价这个肌肉质量呢 除了有体重来校正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用身高来校正 那么按照你的体重呢 你这个数量并不少 但是如果我们把用你的身高 来进行校正的话呢 给出你的一个评价结果 就认为你的肌肉力量 是偏少的 所以你听完以后别紧张 专家就是想变相地表扬你 特高 体型漂亮 大家都爱听好听的 好 下一位 我能不能最后一个方法 你逃也逃不掉 我就 哎呦 有啥 秒杀你 我还可以啊 49.4 我是瘦肉型的 对吧 你是肥肉型 你肌肉含量少了 剩下肌肉是少的 你剩下的51全是肥肉 但好歹我这么大体重啊 这么大体重啊 我们这个连续的这个49.4%呢 就是相对于你的体重来说 你的肌肉含量占49.4% 所以呢相对来说 这数量是偏少了的 好 下一位 查一 看我答肯定高 可以 不错 不错 这位 掌声鼓励一下 太棒了 不容易不容易 59岁老人家 59岁的中年人 那么大家从这个数值上 可以看到 曹阿姨实际上和孝叔的 这个肌肉的总的含量的 百分比是相近的 对 对吧 但是为什么 曹阿姨是正常 孝叔是偏少呢 就是因为我们后面 是用身高来进行校准之后 那么曹阿姨的这个数值 还是处于正常范围 对 而因为孝叔的吃亏 就吃得到你的个子 比曹阿姨要高 所以从身高校准上 你就属于偏少了 好 下一位 咱们看一看 天呐 声音就是 这应该问题不大 有 有事 骗子 骗子 对 那个我们也是一样的 从百分比上看 这个 叔叔的这个质量 百分比并不是很低 但是同样的 我们也是 如果用身高来进行校准的话 您的那个数值是低于了 男性的那个7.0的 那个标准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您的这个中体的肌肉质量 还是偏低的 所以 我觉得检测的结果出来了 我们接下来就要请我们的 严教授来告诉我们 最不合格的人 要亮起红灯警示 他是谁 唐叔叔 校叔和连续 哇 就咱们 我们现在都不合格了 看来不能太自信了 太可怕了 这种猫 这种猫 erre 感谢观看